青青圆中葵 朝露待日夕 阳春不得则 万物生光辉 长孔秋节至 昆黄华叶摧 百川东道海 何时赴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 涂伤悲 《长歌行》是汉乐府的一首诗 是劝戒世人 西时奋进的诗篇 这首诗主要是说 时节变幻得很快 光阴一去不返 因而劝人要珍惜青年时代 发奋努力 使自己有所作为 全诗以景寄情 由情入泥 将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伤悲的人生折理 寄予于朝露易干 秋来夜落 百川东去 等鲜明形象中 借助朝露易夕 花叶秋落 流水冬去不归来 发出了时光易逝 生命短暂的浩炭 鼓励人们紧紧抓住随时间飞逝的生命 奋发努力 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 轻轻的菜园啊 绿葵而轻轻 清晨的露珠啊 要在阳光下消失 何须的春光啊 普遍赐给了恩泽 大地上的万物啊 都焕发出了蓬勃生机 谁都害怕 肃杀的秋天降临啊 将会威逼得夜黄之枯 花朵耳憔悴 时光如东流大海的无数江河啊 什么时候能够在西归 人在少壮之年不去及时努力 到了老来 一事无成啊 只能白白的伤悲 轻轻圆中葵 朝露 待日夕 阳春不得则 万物生光辉 长孔秋节至 昆黄华夜催 百川东道海 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